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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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平常真的 很少很少穿高跟鞋 然後我真的不太會穿高跟鞋 除了為了要讓 比如說拍照比較好看 表演的時候比 比例比較好之外呢 其實穿高跟鞋對我來講 是一件還蠻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該死的高跟鞋應該 該死的只是像一種 語助詞啦 就是該死的講 那這首歌其實我在寫的是 是比較一個單身的狀態 我希望它有一點點都會感 雖然成品可能沒有 但是我在寫的時候 我是希望它有一點 所以它才會 霧跟偉亮 像有點反光 它講的比較像是城市裡面的情形這樣 我覺得很多 很多女生 他們都渴望一個很安定的感情 所以 其實當他們 是一個人的時候 雖然他們是渴望的 可是 可能因為現在女生很獨立 自主 所以其實他們會有一點點的叛逆 我覺得 就是它可能嘴巴會說 一個人過也很好啊 一個人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相信真的可以 可是我覺得 女生其實心裡面 總是有某一部分還是希望有人陪有人愛的 那我覺得這首歌的狀態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很渴望被愛的女生 但是 它愛的人 卻愛上別人 最後只有一雙磨損的高跟鞋陪著它 所以它覺得 該死的高跟鞋 那我覺得 這首歌裡面我想要表達出一些的 一些的 一點點的 比較俏皮的叛逆 然後還有一點的個性 那 這首歌我還是 最後希望跟 所有的 單身女生分享 就是 嗯 我覺得每個人 他在生命當中 都在等那個 最完美的感情 可是 中間的過程一定很多 那不管 你 你有沒有自己 最心愛的一雙高跟鞋 起碼 有這首歌 是可以拍這 不行 這首歌其實是我這張專輯裡面 第一首開始編的歌 然後 這首 這首編曲到現在 還是讓我覺得 非常的興奮 因為這是一首 非常非常爵士的編曲 然後 爵士一直是 我很熱愛的一種 音樂類型 那在我的 歌裡面其實也 都 盡量有很多 讓大家覺得 比較有爵士的味道這樣 那這一次呢 找來了 Martin 和Martin 合作 我覺得非常榮幸 他也是今年 金曲獎 他們的專輯 的最佳專輯製作人 還有最佳專輯獎 還有最佳專輯獎 Peggy她很專心 我沒想到 我們在這邊 她就是一直一直在那個 非常專心 然後 趕快 趕快 剪一剪 然後現在她又在剪東西 等一下又給我聽 然後她也會聽 然後她也會聽 對她自己的 東西 會有一個很高的 要求 我覺得 我覺得 這樣子工作 非常 非常好 所以 寫得 比較遠 馬丁 是一個很棒的 爵士音樂家 那這一次跟他合作 我覺得很 很特別的是 因為其實我跟他的認識 沒有很深 可是我覺得我們有一種默契 然後在我們溝通了這麼這麼多的 email裡面 然後我也用一些 我覺得我很努力的用英文表達我想說的 那她也 我覺得她也還蠻能抓到我的重點這樣 然後 所以這首編曲 我們一開始就希望她走爵士方向 但是她是比較 不要走太前衛的爵士 可是她也不要聽起來太成熟 或者是太久這樣 所以這一次 我們就不是用學士 我們用的是Pokashi 然後希望這首歌 有一種 很俏皮可愛的感覺 有一種 比較適合我的覺醒 然後 也沒有用太多的樂器 主要就是鋼琴 然後打擊樂 以及Double Bass 然後馬丁還自己 幫我加了 手風琴 那手風琴也是 在我的音樂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樂器 因為我非常喜歡你的音樂 那最後出來這個版本 我們還是從 在編曲到 我現在都唱完了 然後突然聽到 我還是會 覺得很興奮很瘋 很瘋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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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 等一下看大家介紹還有一首歌 我還是會 頂防摸上